同学们,我还是有点稍微不太放心 咱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分数小数固化 我还是把这个带分数和假分数固化在这稍微提一提 咱们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讲了假分数去转带分数 这个假转带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 你像这个十三分之二十九 它要转成带分数怎么转来着 利用分数的基本含义 二十九除以十三 应该是两整个 你可以写两个名称也可以不写 两个,你想像那个饼 二十六,应该余三块 两个余三块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二又十三分之三 是这个吧 那如果带分数转假分数呢 带转假也是一样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逆过程 对吧 你从这往这走能走过去 那你从这往这走能不能走回来 你看我这个二又十三分之三 你能不能转成假分数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首先你在转假分数的时候呢 分母不变 你这是两整个吗 两整个一共代表多少块 每一整个是被我分成了十三条块 所以两整个就代表 二乘十三 别忘了还有个零兔 再加上三 那就等于十三分之二十六加三 所以应该等于十三分之二十九啊 明白了吧 它始终结合着我们的分数的基本行义 结合图形去理解 可能会理解到稍微好一些 好了 说完了这个 那么咱们看看题目吧 还有最后一道题 第一个 1.31画成代分数是 这个比较容易啊 一有 一整数是不变的 我们画的只有小数 百分之三十一啊 画成假分数是 一乘他 加他 一百三十一啊 四分之三画成小数 这个应该蛮熟悉的吧 刚刚讲过的 零点七五 零点一八七 画成分数 一百八十七 直接除以一千 三一五分之一 画成假分数 你告诉我三一五分之一 画成假分数是多少 五分之 十六 画成小数 你看又来了 这不需要画整数对吧 整数是不变的啊 只画分数就行了 五分之一是不是就零点二 三加零点二 三点二 八分之三是零点一二五的多少倍 怎么办 零点一二五是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三 一小块 啪啪啪 三小块 是不是三倍啊 为什么 就图形解释 分数基本含义 好了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一块是不是就说完了 那这一块说完了呢 我们这节课内容基本上就全说完了 我们回顾一下这节课讲过哪些东西 我们这节课呢 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讲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一个分数的基本含义代表的是取东西 你分成了多少份 取走了多少份 对吧 第二种含义呢 就是表示除法 你比如说我们的A分之B 事实上你如果读成除法的话 叫做B除以A 应该从上往下读了 这两个都有各自不同的用途 所以呢 这两个都必须掌握 分数单位 真分数 假分数 代分数 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基本的分数小数互化 刚才讲了两行 什么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以及他们的亲戚 什么五分之一 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以及他们的亲戚 代分数 假分数的互化 代分数 假分数互化 我觉得你在化的时候呢 一个是结合着 二又三分之一 等于二加三分之一 对吧 等于两张顶 带着个零图 就你有那个心中有那个图 再而然就出来了 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基本性质 来至于哪 相不变 就是这个事 好了 不说了 那么这节课就结束了 这节课呢 最终 需要大家稍微留意的是 例三 例五 例六 你如果能够把这三道题 稍微修理一下 我觉得对这些课的掌握 都是有帮助的 好吧 好了 朋友们 走吧 下课 下课别着急 我问一句啊 我们这些课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说了个什么事 学路博客 怎样才能更有效的去学一个路博客呢 哎 有预习 方能 知己知彼 方能 有所侧重的去啊 听讲 所以呢 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啊 一定要有预习 对吧 带着问号来上课 就说到这儿啊 所以拜拜 对了啊 朋友们 其实呢 如果你要是啊 在下面给老师来个评论 我觉得会更好 你比如说老师 我分数的 一直的 特别的 棒 给自己鼓掌 我能达 100分 我能达 99分 老师 我分数的 一直的 特别 差 能得 复 复一分 什么都没学 那是不可能的 好了 就说到这儿啊 下期课再见 拜拜